大家好 我是Paner 粉彈和Marvins 近來介紹我每週個人遊戲紀錄 這個系列都已經幾年沒有拍了 不過因為早前拍到Steam sale的時候 反應似乎不錯 似乎大家其實是喜歡 簡短地說一下某些遊戲多過一些長的系列 所以幾年沒有拍了 我也覺得有點不捨得它 又或者是間接地影響了好像幾年一劇試少了遊戲 也有一點令我覺得一年過去今年玩過什麼遊戲 以前有時候都會看搞神魔來查看 今年玩過這隻 玩過那隻 當有人問起我試過的遊戲之後 我有時候可以傳影片給人看 不用解釋太複雜了 直接看影片 我以前講過了 這樣也有 所以不如試拍一下這個搞神魔 如果大家是喜歡看的 記得給多一點點回應 就是like 留言 告訴我你是喜歡看這類影片 話說回頭 其實現在我試少了遊戲 或者買少了遊戲 是事實來的 所以在搞神魔裡面 或者每個禮拜都簡短一點 我想講三隻遊戲左右 之前講四五六隻遊戲都有 每個遊戲都是 我不知道是試一下 講幾長幾短 當然有些很簡單的 或者一些重溫的遊戲 或者不是太多內容可以講 當然會短一點 新嘗試的就會講多一點 或者有些我可能不拆開 留幾個禮拜講 這次1月1週就來講一兩隻 我剛剛在Steam冬季特賣期間買了又試了的遊戲 第一隻要講 都算是比較大的遊戲 就是Remnant from the ashes 是一隻 Co-op 的第三新射擊遊戲 玩之前 我想在去年第三季有推出 也有很多人說很好玩 也有些人說沒什麼新意 我試過之後 我覺得它很大程度是取材至Dark Souls 但Dark Souls 主要不是一隻射擊遊戲 主要來說 因為它最大的設計就是去到一些check point 就像Dark Souls的營火 如果你死了就會回到那裡 又會補充幾個補血藥水 那些怪都會重生 重生之後就要打過了 這個設計已經很像Dark Souls 它比Dark Souls多的是打怪 除了過關有故事之外 亦都是為了儲材料 儲材料應該可以升級你的裝備 還有買一些... 還有... 要打一些物品回來 才可以升級你的天賦技能之類的東西 那... 由於我只是玩到很初頭而已 那Crafting方面 除了用來升級東西 因為我看到它有很多不同類型的 一些廢鐵之類的跌出來 我不知道那些... 是否全部都是用上升級 還是可以自己做一些什麼消耗品 那這遊戲呢 其實我覺得設計出來都頗為co-op 因為那些環境都... 頗多時候會... 四通八達會有怪在你後面走出來啊 而且敵人的數量都頗多 那我也不知道co-op的時候 有沒有scaling 去到... 令怪變回多一點 但一個人玩的時候呢 在那些... 廣闊的地方都沒什麼大問題 但入到一些所謂地城的區域呢 就... 地方狹窄 加上我選擇的人是比較遠程一點 有三隻職業啊 不... 我都沒有研究三隻職業最大分別是什麼啦 那... 但總之入到地城呢 又面對一些比較衝向你的怪啊 或者找刀劈你的怪呢 就... 有一定難度的 而且我聽不少呢 就是說那些boss呢 大部分的boss呢 都會生很多小怪出來的 那... 你單人玩呢 清得小怪來就打不切 boss也... 有機會不夠子彈 那樣... 那... 那... 沒有機會試啊 因為... 身邊的人都嫌貴啊 暫時就沒買 那...所以呢 我自己來試一下先 那... 另外的特色呢 就是他的地下城呢 好像說是系統生成 如果你... 即是... 今次的地圖很難搞 你可以嘗試一下... Reroll那個世界 重新那個世界呢 就會... 應該有些不同的地圖 那... 系統生成的地圖呢 就主要希望... 令你要grind的時候呢 即是磨一些材料回來 upgrade的時候呢 就不會每次的地圖都一樣那麼悶啦 那... 而也都有人讚他... 那個開槍... 其實就不是開槍那個射擊感 就不是很... 不是很強的聲音 那些音效啊 或者那些槍的效果 但是那些敵人中招之後呢 你打到不同部位 他會有些不同的反應 或者打到一盒一盒那些呢 就算是有一定水準的 所以... 即是槍game這兩樣東西都很重要的 就是你自己開槍的feel 以及打中敵人之後 敵人給不給到你什麼feedback 什麼反應的那個feel 那這兩方面呢 我都不覺得很出眾 但就覺得... 都不錯啦 叫做這樣 那這隻相信都會有段時間玩 所以... 你未來的搞什麼都應該會... 都會不斷看到他先啦 那另一隻呢 都是Steam石油期間買的 亦都是... 這隻就第一新了 完全 雖然是第一新 但就不是... 主要不是玩射擊的 是潛衡的 但這隻是四人合作的遊戲 故事背景都很有趣的 就是說這個小鎮上面 那些小孩常常睡醒睡覺就不知道在哪裏 起身 荒山野嶺被人拐帶 終於我們的主角嘗試將這一切怪事錄起他的希望 但由於鎮上的通訊很不發達 沒有訊號 不可以將影片放上網送出去 所以他想錄下來之後 插入手指拿出去 但在課程中 他教你如何逃避過像中了邪術的大人的追捕之後 最後還是走不掉可惜 那你真的玩家就是控制其他勇敢的年輕人 出來抗爭 不是出來對付 或者要找回你錄起了證據的朋友 而去將這一切公諸於世 那其實就是四人合作進去一些 我不知道關卡是隨機還是怎樣的 那進去一些任務裡面 主要就是要收集證據 然後就走人 那也可以選擇有四大技能 我這個影片裡面我自己選擇了可以控制一架無人機 因為想著一個人玩 又是身邊沒有人買 那控制無人機就可以預先偵察到路途 可以好好安排路線 因為如果你沒有人庫押 沒有人幫你尖前顧後 所以這隻雖然你也有辦法去制服那些 好像在夢遊的大人 但主要都是因為你沒有辦法不是要殺人的 所以都是避開他們為主 所以你的工具很多時候都是干擾他們 暫時令他們行動不到 這樣的道具 那我自己試過Solo第一關 進去就不算太困難地 因為我又有一些攀爬的工具 又有一個無人機 就總算頗為簡單地找齊三大個主要的證據 就走了人 但是他就發現有六個bonus的 evidence的證據可以讓你找 但是那些bonus的證據又真的很隨機地 我不知道是不是隨機了 是一些不太顯眼的東西 在路邊有一個袋子就說是證據 不太知道有什麼特別方法去追蹤他們的情況下 我就沒有找齊就走了 我相信四人玩的時候應該可以做多些事情 這個任務期間其實就沒有遇到這隻鷹裡面最恐怖的東西 最恐怖的東西就是有隻怪物 你要閉上眼才看到他 閉上眼整個世界就會變得黑黑熊熊 然後那隻怪物就會有個展影 老遠都會看到他 所以可以看到老遠走過來還是怎樣 但是當你閉上眼的時候 其他的環境就什麼都看不到 這東西在tutorial裡就有教導你 或者可以讓你試 最初都嚇得我多厲害 但是在任務上 我不知道是某些後期的關卡才會出現 還是某些情況下 觸發到他才會出現 但是這隻東西就會是令你遊戲過程最緊張的一回事 可能 同樣也有RPG成份 當你完成任務得到技能點的時候 都可以upgrade你的主副技能 也是同樣地 我只是試了一關 所以就不能說太多 之後再試過又是同樣地 再跟大家交代一下 今個星期就回答一隻舊遊戲 Kingdom Rush Frontier 其實這個遊戲 我之前就 都不知道多久之前 就已經爆了 但是在秋季特賣的時候 買了Kingdom Rush Origin 他的第三代 第四代Vengeance 好像還未在PC上出現 玩Origin的時候 發現他多了那個困難 到去到損失 以前好像沒有的 而在Frontier那裡 他也追加了這個功能 所以我 就變了多了一個 要在困難模式去完成那個故事 那我就走了回去玩 其實呢 早前已經完成了 所以Frontier那裡 都拿回齊些 但是他有幾關額外獎 額外一些bonus關 就不在那個 的範圍之內 但是我都想在困難模式完成了他 困難模式的確是幾困難 很多關都試了很多次 所以才可以 不損血地 沒有被任何怪 通過了你的關卡 這樣去完成 那有時候呢 都要上網看人家的提示 看看心得才可以 但是呢 Kingdom Rush系列 仍然是塔房裡面 其中一個最好的選擇 所以 一直推薦一下 如果喜歡玩塔房的話 Kingdom Rush沒錯 另外一個系列 就是Defense Grid 都是很好玩的塔房遊戲 幸好呢 就是Kingdom Rush PC版就沒有任何 課金的東西 手機那些 就要課金 可以課金啦 應該說 都不是一定要的 我相信 但在PC上 Mouse的控制 都會比手機 這樣按按按按按按按 來之精準 可以玩得更加 得心應手 對於我來說 就 今個禮拜講講講講 我想都講了10分鐘以上 我希望保持 希望保持簡短一點 那就講到這裡為止 我是Panabot的紅貓 多謝收看 我們下段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段影片 我們下段影片 支持 Hopefully 可以�心 可可可 Ivan 字幕文章 我們下段影片 婚收著 讃 壺 不用ynn 按鈴 Democrat double